爱占的年轻人 有了爱占的年轻人 有了爱占的年轻人 欢迎你们再次的回到爱占的仙装崇拜 欢迎来到我们的网络服务 我们就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给神 Let us come before the Lord and offer up our praises to him 我们在一个段时间里面 我们是非必要隔离 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检验的 但是感谢神 神都保守我们 在诗篇27篇说到 虽然我们遭遇患难 但是神都安安地保守我们 祂把我们藏在祂的隐蔽处 而且祂把我们抛起在盘石上 这个盘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身杂 让我们得以高过我们自灵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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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自灵的仇敌给我们的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起来唱 哈利路亚 保持 갖고 你찮个人 我便要做 covered 是 你弄法给予祝 Amazing 帮你 精神 让自己解 Он 操览 全秇中 每个人生氣 Bean by fear Nothing is impossible Nothing is possibl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ar Dead down Dead down I know that you're you and me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True you True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Cause you give me streng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rue you Guys eyes open Strong holes are broken I'm living b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做得不 我把最大的荣帘给我们的神 еть 好不好 Hallelujah 我們再來一起宣告 大聲再來宣告 大聲 大聲再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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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繼續 我们到身上来是一句 I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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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I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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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To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day Cause you keep me streng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you, my eyes are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I believe in m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day Cause you keep me streng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you, my eyes are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I believe in m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到時候來宣告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Oh, oh, oh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Yes, Jesus 耶稣 我相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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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这里拍手 所有的国度荣耀都属于你 无独属于你 一天全能 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 天地都要回来 命运奇妙生命 天他们 天他们打开 失望不再 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 没有人能阻碍 命充满能 高级我们的双手 失望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当全体幻常 乃在美丽 上帝知道永远 挽造大力 因为你一起表现你 因为荣耀属于你 上帝知道永远 荣耀属于你 上帝知道永远 荣耀属于你 我都属于你 一切全能 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 天地都要回来 命运奇妙生命 天他们 天他们打开 失望不再 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 没有人能阻碍 命充满能力 万万痴狂 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用全体幻常 云在美丽 上帝知道永远 荣耀大力 因为你一起表现你 因为荣耀属于你 上帝知道永远 荣耀属于你 哈利比亚 我们大声学来学高 万万痴狂 万万痴狂 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es You are wonderful 万万痴狂 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我们大声学高 万万痴狂 万万痴狂 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万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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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都养成了他 永恨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万能多 一鹒大眼 dell 万万痴狂 让全体唤唱 万大美丽 祈祷 上帝知道永遠光照大地 因為你請讓生意更為榮耀屬於你 上帝知道永遠榮耀屬於你 讓全地歡唱 讓全地歡唱 奈在美麗 上帝知道永遠光照大地 因為你的信仰生意 因為榮耀屬於你 上帝知道永遠榮耀屬於你 上帝知道永遠榮耀屬於你 哈利路亞 是的耶穌我們詐欺你 作為你是陪的 作為你是陪的我們詐欺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让我们还有机会 能够在这个YouTube上面来敬拜你 总 我们知道说你是有怜悯的谁 总 我们现在外面多乱 无论现在环境如何 总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敬拜你 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目在你的身上 主啊 我们相信你是真实的 主 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 做你那伟大的事情 做那个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 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总是 不能明白 你为何 不会松开手 总在我无助的时候 对我说 你还爱我 我总是 无法想想 耶稣为我 死在释迦 我得罪 我得罪 如此的深 但你的侧爱 显得完全 不会忘记 认识你的那天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脱离了一切 我是如此不配 你爱喝的甘甜 没有你 我生命 不可能忘记 祝我爱你 生命献上给你 为你而活 生命才有意义 祝你为我 死 我只愿为你活 不会放弃 永远不分离 好吧 我们一起眼睛闭起来 我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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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首这首歌 我总是 不能明白 你为何 不会松开手 我总在 我无助的时候 对我说 你还爱我 我总是 无法想象 耶稣为我 死在释迦 我的罪 如此的深 你的侧爱 显得完全 不会忘记 认识你的那天 你拯救我 脱离了一切 我是如此不配 你爱喝的甘甜 我的神 我生命 不可能忘记 主我爱你 生命献上给你 为你而活 生命才有意义 祝你为我而死 我只愿为你活 不会放弃 永远不分离 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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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的那天 你拯救我 拯救我 脱离了一切 我是如此不配 你爱喝的甘甜 唯有你 我生命不可能忘记 唯有你 我生命不可能忘记 主我爱你 生命献上给你 为你 为你而活 生命才有意义 主你为我死 我自愿为你活 不会放弃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啫哼 poets 是这样 玄迪 我们有最情绪记得来敬拜祂 A ما 侮奋的灰 organis 有多高 我们一起来唱 你的爱 也多大 Don't listen Don't listen 有多厌 我的嘴 全身边 天地地 有多高 你的爱 有多大 Don't listen Don't listen 我们大声来训练 多远 我的嘴 我的嘴 全身边 天地地 有多高 你的爱 有多大 有多大 有多远 我的嘴 全身边 天地地 有多高 你的爱 有多大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拯救 我 脱离了 一切 我是 你爱喝的甘甜 没有你 我生命 我生命 不可能完全 我爱你 生命 生命献上给你 为你 我脱离了 祝你 我自愿为你 我自愿为你活 我自愿为你活 一切尊 我自愿为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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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尊 一切尊 尊贵荣耀 尊贵荣耀 做你的诗家 你的诗家 是五家之宝 你是我尊贵的 尊贵 哦你 尊贵的 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祝你的诗家 是五家之宝 你是我尊贵荣耀 耶稣贵荣耀 是的耶稣贵荣耀 是的耶稣 你是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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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要一生的来尊崇你 因为你是配得的 全地都要来到赞美你 万物都要来赞美你 万物都要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配得的 因为你是配得的 神你是配得的 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来赞美你 祝我们谢谢你 奉主的名祷告 Amen 我们现在这时刻是来 用我们的奉献 来敬拜我们的神 利维基27章30节说 地上所有的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要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神是赐福的神 祂赐给我们所有地上 一切万物都是属于我们的 祂赐给我们的 我们又要将祂 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我们的源头 祂是我们的源头 祂是供应给我们的神 好不好 现在将我们的奉献 加油在主的手中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 天父 我们谢谢你 因为神 你将地上所有的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 神你都赐给了我们 十分一是耶和华的 主我们要将这十分一交给你 信上给你 因为它是贵耶和华为圣的 主我们将其他的奉献 也一样地交给你 愿神你来冤啊 谢谢你耶稣 奉主的名祷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把你的奉献转账到 这一个荧幕上的 这一个的户口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依然到 连前的一 phone 愿神祝福你们 May the Lord bless you Hello Ai-jen Hello Ai-jen 再次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Ai-jen的网上崇拜 Once again we welcome you to watch our online service 周边呢 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崇拜的新朋友 Especially want to welcome those if you are here for our first time Oh 是你 Is it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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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我们一直欢迎 永远欢迎 We welcome you once welcome forever welcome 也愿神的shalom peace 领到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And may God shalom peace be with you and your family 现在是我们报告的时间 Now is the time for our announcements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We have a good news Nazi的人学校正式公开报名啦 And that is the Nazarite School is open for registration 如果你说你想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 If you want to be a person that is loved by all 充满神的恩宠的人 And filled by God's favor And filled by God's favor 那么你一定要报名 Then you have to register yourself 因为呢 这个课程会缩造我们生命的品格 Because this school will mold our character Yes 让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呢 变成非常的像神 That our character can be like God 也能够走在神的圣洁中 And we can walk in God's holiness 好不好鼓励荧幕前的年轻人 So we encourage all young people in front of the screen 如果你是中学生或者是大专生的 If you are a high school student or university student 你们赶快报名 Hurry up and register yourself 也鼓励你们的主员们报名参加 And encourage your cell members to join in 截止日期是5月31号 And the deadline is the 5th May 31st 好的 接下来是一个温馨的提醒 Next up is a gentle reminder 我们知道现在的疫情都越来越的远近 We know that the pandemic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所以呢 要温馨的提醒 每一位年轻人 你们尽量减少出门 So a gentle reminder to all our young people Please avoid going out 也要严守SOP And remember to keep the SOP 记得要常洗手 戴口罩 Remember to wash your hands often and wear a face mask 而小组呢 鼓励大家全部都在网上小组 And for cell groups we encourage it all to be online 你们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WhatsApp 来关心你们的主员们 You guys can use calls or WhatsApp to follow up with your cell members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生命的见证 Next up we want to listen to a live testimony 今天讲见证的人呢 是一位我非常仰慕欣赏的姐妹 Today the one sharing her testimony is a girl who I really admire 当然她是年轻貌美 Of course she's young and beautiful 但是她的信心呢 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 But I really admire her faith 她就是Cathy姐妹 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And she's Cathy We pass the time to her Hello 各位Ai-jen好 Hi Ai-jen everyone good 我是Cathy I'm Cathy 是IP Jessie的门徒 A disciple of IP Jessie 2017年加入GA611的我 When I joinedGA in 2017 当时候只是一个纯粹想被牧养的小组员 I just wanted to be a cell member that was shepherd 只是想成为一个平凡爱神的基督徒 I just wanted to be an ordinary Christian who loves God 也感谢神在小组里头有爱我的属灵父母 I also thank God that in cell group I have spiritual parents who love me Paste Liza和IP Jessie Paste Liza and IP Jessie 当我开始认定他们是我属灵父母的那一刻 The moment when I started to acknowledge them as my spiritual parents 我的生命就开始渐渐地成长还有突破 My life started to grow and have breakthroughs 我是一个懒惰而且不会自理的人 I am a lazy person and an incapable person 但是因为有他们呢 But because of them 我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打理生活 打理自己 I learned how to take care of my life and myself 当然生命又被修剪的时候 Of course there are times in life when I'm being pruned 心里还是会有低估跟挣扎 In my heart there will still be murmurs and struggles 但是每一次面对思想冲击的时候 But every time I face the influence of my thoughts 我都会很坦白地告诉他们我的感觉 I will tell them frankly how I feel 他们总是接纳我的情绪 They will always accept my emotions 包容我的软弱 Tolerate my weaknesses 并且用爱来遮盖我 And cover me with love 而我相信他们是爱我的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love me 才会对我的生命说真心话 So they will speak truth to my life 因此他们真的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 Because of this they are really like my family 而我对他们也开始建立在爱与信任的这一份关系里面 And I began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of love and trust for them 然而我对牧羊没有任何的感觉和负担 However I don't have any feelings or burdens for shepherding 在2019 MCO的期间 In 2019 during MCO period 我被提升成为门徒了 I was promoted to be a disciple 组长给我安排了三只小羊让我照顾 My cell leader also arranged three little sheep for me to take care 但是对方冷淡的回应让我没有动力再往前进 But the cold response from them caused me to have no motivation to move forward 当时的我其实是非常失望的 At that time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开始自我安慰觉得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的感觉 I started to comfort myself saying if I have then I have if not it doesn't matter 但是感谢神组长仍然没有放弃我 But I thank God that my cell leader didn't give up on me 还是不断地鼓励并且给我信心 She continued to encourage me and give me confidence 组长也教导我牧养是因为我们爱耶稣 And my cell leader also taught me that Shepherding is because we love Jesus 这也是神所看重的 And this is what God values 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交账 We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when Jesus comes again 这句话不断让我思考自己的生命 These words make me reconsider my life 是否不要一直停留在喝奶的阶段 Perhaps I shouldn't keep staying in the stage of drinking milk 生命应该要开始长大了 My life should begin to grow up 起来承担牧养这一块 And take on the role of shepherding 也因着这段MCO的期间 Also because of this MCO period 神让我看见人的需要 God allowed me to see the needs of people 让我看见现在很多人的心都在一个负面 难过还有封闭的里面 He allowed me to see that a lot of people's hearts are in negativity sadness and they are closed inside 因此我开始向神祷告 So I began to pray to God 告诉神 to tell God 如果你觉得我ready了你就给我羊吧 If you think I'm ready you give me the sheep then 让我管理 And let me manage it 因为我想要学习成为一个牧养人去牧养神你的羊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to be a shepherd and go to shepherd your sheep 当我这样跟神说的时候 他就随听了我的祷告 When I told this to God He answered my prayers 在2021年的1月份 In January 2021 开始了我的第一只小羊 I started with my first sheep 主长也成全了我和另外一个门徒一起开组 My cell leader also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and another disciple to open a cell group 这样的牧养方式其实真的精神了很多 This method of shepherding really relieves my burden 而且小组的气氛也非常的开心 And the cell group atmosphere is really happy 跟之前比起来 Compared to before 我觉得我的牧养心态上有很大的改变 I feel that my mentality towards shepherding has changed a lot 我开始非常关心人的需要 I started to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needs 而且也非常用心去聆听他们的难处以及他们的需要 And also put in the effort to listen to their difficulties and needs 有时候我还会送一些小礼物到他们那里 Sometimes I would also send a small gift to them 让他们也感受到我的爱 To let them feel my love for them 感谢神一直到今年的五月 Thank God until this year May 我的小组就增长到五只小羊 My cell group has grown to five little sheep 看到这样的增长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Seeing this growth I know that is the grace of God 也因着这一份的恩典呢 And because of this grace And because of this grace 就在五月十六日 On May 我就被阿丽成为小组长啦 On May 16th I was ordained to be a cell leader 我要感谢我的属灵父母 Parse Elijah 还有IP Jessie I want to thank my spiritual parents Parse Elijah and IP Jessie 他们对我的爱与栽培 For their love and nurture towards me 也因着他们我也经历了这一份牧养的喜乐 And because of them I also experienced the joy in shepherding 感谢耶稣将一切荣耀都归给她 Thank you Jesus and all glory to him 好 为着Catty感恩 All right we thank God for Catty 我们相信呢 会有更多小组长要起来 Amen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olid days to rise up Amen Ijan 弟兄姐妹平安 Ija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halom to you 很感恩今天呢可以跟我的属灵妈妈 就是子莲牧师一起分享信息 I thank God that today I can share a message with my spiritual mother That's Revan Charlotte Ijan Ijan 最近呢我们教会在一个十阶的水流里面 Recently our church is going into the flow of ten commandments 上个礼拜呢 Parse Elijah 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 And last week Pastor Elijah has told us to love our Lord our God wholeheartedly 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十阶的第一阶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呢 And why in the very first commandment out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God has mentioned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可能我们会感觉 神啊你好像很霸道耶 Maybe we might feel that God you are so overbearing 神你好像很严厉哦 You are so strict 为什么不能有别神呢 Why can't we have other gods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 神说这句话的用意不是一种霸道挟制的规条 他不是要挟制我们的自由 而是一个爱的应许爱的吩咐 所以今天呢我想带大家用神的爱神的眼光来看十阶的第一阶 So today I will lead everyone to look into the first commandment out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through God's perspective and love 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明白天父的心意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heart of our heavenly Father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唯一的真神 So the title of my sharing today will be Only you, my God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到三节 So let us look into Exodus chapter twenty verse one to three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So after God has sav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在西乃山呢 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节给以色列人 So at Mount Sinai through Moses God has given these ten commandments to the Israelites 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呢 他们在埃及为奴的四百年 可以借着十节的提醒 过一个自由的新生活 And this is to help the Israelites who has been slaves in Egypt for four hundred years Through these ten commandments they can have a new and free life 可是你知道十节的第一节 对以色列人来说 就很难守了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 维奴四百年的生活 而且当时埃及是一个 拜很多偶像的国家 所有这些自然的力量 都被当作神来拜 根据历史的记载 在古代埃及 有非常多种神明 不是一百种 不是两百种 多达七百种 所以这班以色列人 在埃及生活了四百年 我们如果以四十年为一代来计算 四百年就是等于十代 也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有十代 在埃及生活为奴了 我们可以推测 他们那时很多已经是忘记了 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甚至已经跟着埃及人去拜偶像了 甚至已经认命自己就是奴仆的世家 没有改变翻转的机会 而且当时以色列人不断被埃及人苦待和欺压 埃及人不断地加重担给他们 要他们为法老建这是个积货城 要他们做砖块 抬砖头 做田间各样的苦工 目的就是要折磨他们 让他们的身心灵都疲累痛苦 这样才不会对埃及人造成威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为奴 他们生命的光景应该是充满了惧怕 没有安全感 自卑 羞耻 愁苦 觉得被抛弃等等 所以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在西乃山 借着摩西颁布实戒给以色列人 跟他们重新立约 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这边说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非常爱以色列百姓 因为以色列百姓原本就是神的孩子啊 但自从他们为奴之后 他们就忘记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甚至已经放弃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 所以当神跟他们重新立约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The Lord is telling tha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耶和华的意思呢就是自由拥有 And Jehovah it means I am who I am 意思是永远存在的神 It means that God is everlasting 而你的神的意思呢就是独一的真神 And your God here means the only true God 简单来说呢 神跟以色列人说 我是你永远的神 也是唯一的真神 So in simple words God is telling them that I am your everlasting God I am your only true God 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 And why do God say so to them? 因为神要恢复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任和安全感 Because God wants to restore the trust And also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the Israelites towards Him 神要再次地强调告诉以色列人说 他们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And once again God wants to emphasize to them that Your true identity is the children of God 是属神的百姓 You are the people of God 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仆 他们自由了 They are no longer the slave of the Egyptians They are free 他们不再是奴仆 他们是神宝贝的孩子 They are no longer slave They are now the treasure of children of God 而且神说他是永远的神 And God says that He is an everlasting God 代表说神的爱和约是永恒的 It means that God's love and His covenant is everlasting 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从今以后他们有神的保护和遮盖 And God wants the Israelites to know that From today onwards they will have the courage and protection from God 神不会离开抛弃他们 And God will never abandon them or forsaken them 神也说他是唯一的真神 God also said that He is the only true God 意思是说这世界没有其他的真神可以依靠 It means that on this earth there's no other gods which you can rely on 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只有耶和华可以依靠 Only the Lord is the true God Only the Lord who you can rely on I Jen I Jen 今天神也对我们每个人说 Today God is telling everyone of us 孩子 我是你永远的神 I am your everlasting God 我是你唯一的真神 I am your true God 今天全世界都面临疫情 The whole world is facing this pandemic now 可能你开始失去信心 Maybe you have started to lose your faith 但是我想告诉你 But I won't tell you 就算全世界再糟糕 No matter how chaotic the world became 就算病毒再猖狂 No matter how severe the pandemic is 神和我们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 The covenant that the Lord has with us It will never change 他是我们永远的神 He is our everlasting God 他是唯一的真神 Amen He is our only true God Amen 所以神不担议 需要做我们永远的神 So not only God has promised 他也要拯救他的儿女 恢复他儿女的生命 He also wants to save and restore the life of his children 从奴仆的身份 恢复成为神的儿女 from slaves to restore it back to as a children of God 在第二节下半节说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So in verse 2b here it says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The Lord has saved the people from Egypt 当神听见以色列人 被埃及人奴役的哀生的时候 When the Lord has heard of the crying of the Israelites because they've been tortured by the Egyptians 神就纪念他的约 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 And through Moses God is telling to the Israelites 我是耶和华 I am Jehovah 我要储蓄埃及人 加给你们的劳益 I want to remove all the burdens that the Egyptians have put on you 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 And I want to save you out of their bondages 神守约 神后来用石灾击打埃及 And after this God has used the 10 plaques to hit on Egypt 催促法老呢 要让埃及人离开埃及 所以神透过实在和过鸿海的神迹呢 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要以色列人亲眼和亲身地经历这些神迹 帮助他们恢复对神的信任 to help them to restore the trust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jan 可能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 跟这些以色列人很像 Perhaps our situation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ese Israelites before we know Jesus 我们活得像奴仆 We live like a slave 生命很破碎 Our life is broken 有很多伤害 We have a lot of hurts in us 很自卑 We have low self-esteem 没有安全感 We do not ha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没有盼望 We do not have hope in us 但是很感恩 自从我们认识了神 神不单透过耶稣来救死我们 The Lord did not only save us through Jesus 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to give us this everlasting hope 而且也改变翻转我们的生命 He had also turned over our life 小时候 When I was young 我的家很贫穷 My family was poor 我的妈妈一天 她只能用三块钱来买菜 And for my mom Every day she would only have three ringgit to buy veg 我的爸爸呢 也常跟亲戚朋友借钱 And my dad would always borrow money from my relatives 借的钱又没能力还 After that he had borrowed he would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return 所以很多亲朋戚友都瞧不起我们 So a lot of our relatives or our friends really looked down on us 所以那时我觉得贫穷很羞耻 And back then I feel that being poor is very ashamed 我相信没钱万万不能 And I believe that without money we can't do anything 而我要脱离羞耻 And I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shameful feeling 我就必须要很努力地读书 So I will need to study hard 將来我要赚很多钱 So in the future I will earn much 我要出人头地 I want to have great achievements 我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So that people would not look down on me 感谢神 And I truly thank God 在我三岁的时候 When I was three 我的姑姑就向爸爸传福音 My aunt has spread the gospel to my dad 之后呢 妈妈和我还有弟弟就跟爸爸去教会 So not long after my mom, me and my brothers start to go to the church with my dad 我们一家人就信主了 And the whole of my family came to Christ 信主之后 So after we have came to Christ 神很奇妙地不断供应我们家的经济 So miraculously God has provided for the finances of my family 神让我爸爸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God has allowed my dad to get a stable work 我的妈妈也找到兼职 And my mom has got a part-time job 在中学的时候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我的父母希望我可以受好的教育 My parents hope that I can get a better education 他们就把我送到独中去念书 So they have sent me to th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to study 那时每个月要交学费 其实是很吃力的 So every month we will actually need to pay a school fee And it's quite a burden for my family 但是很感恩 But I'm truly thankful 神那时让我可以申请到助学金 God has helped me to get a scholarship back then 减轻父母的负担 So this has loosened the burden of my parents 中学毕业后 So after I've graduated from my secondary school 我很想到台湾去念书 I wanted to go to Taiwan to pursue my study 同样神也祝福我拿到奖学金去到台湾念书 And similarly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a scholarship So that I can go to Taiwan to study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 So when I was studying college in Taiwan 神很清楚地告诉我 God has clearly told me 我要带着复兴的火回到马来西亚 I will bring a fire of revival back to Malaysia 为国家祷告 Pray for the nation 建立年轻人 To build up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那时我不敢回应 Back then I do not dare to respond to this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贫穷 很自卑 Because I think that I have very low self-esteem And I'm poor 我很羞耻 I'm so shameful 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不到任何东西 I think that I could not do much with just alone 我只是知道我家里需要钱 我要赶快去赚钱 All I knew was that my family need money And I need to earn 所以我没有把神的护照放在心上 So I did not take the calling of God seriously 畢业前我就很努力地去找 台湾和新加坡的工作 So before I graduate I started looking for jobs in Taiwan And also in Singapore 可是都没有消息 But there was no news at all 所以最后我只好回来马来西亚 在KL找一份薪水稳定的教书工作 So eventually I could only come back Return back to KL And find a job with a stable paying 但我一心还是很想要 继续去新加坡赚钱 But in my heart I still want to earn some money from Singapore 我希望我的银行户口 越来越多钱 这样我才有安全感 I hope that my bank account The figures can go up and up So that I will have this sense of security 可是感谢神 But I thank God 当我在KL工作的时候 我就来到了GA I came to GA 我参加小组 And I start joining cell groups 受装备 I get equipped 神那时再次提醒我 祂给我的护照 And once again God has reminded me the calling that He had given to me 那时透过组长的牧养和装备 And through the shepherding of my cell leader And also through the equipping 神不断打破我要赚多多钱 这种奴仆的思想 God came on breaking my all this mindset of being a slave that I want to earn more 我开始明白要先神后人在大地 And I start to understand to put God first people next than the earth 钱赚的多不多 不是最重要的 It's not important whether or not I can earn much 最重要的是进入神的护照 But what most important is to enter into the calling of God I am not a lowly vessel I am the great army of God 所以那时候开始 So from that onwards 没钱万万不能 I can't do anything without money 没钱没盼望这种想法 And mindset of If there is no money there is no hope 就逐渐地离开了我的思想 Gradually it has gone out of my thinking 之后我就更委身地参加小组和装备 Then after which I start to commit into my cell group And also to church 我成为代导勇士 I become a prayer warrior 我也在青少年牧区服侍 And I start to serve in the youth ministry zone 当时我也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子康传道 And back then I came to know my current husband as Pastor Moses 他很爱神 He loves God 负责任 He is very responsible You more He is very human 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 Being with him I am very happy 是蓝筹股啊 He is very potential 但是我想到同工的薪水不高 But I thought that being a co-worker He would not get high pay 以后结婚他养得起我吗 If we get married later Will he be able to bear my expenses 可是我要养他还是他养我呢 Will I need to bear his expenses Or will he be able to bear mine 可是神很好 But God is good 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神让我看见一个异象 God has allowed me to see a vision 我看见在我面前 有一个几层楼高的袋子 I see before me there is a bucket that is a few storey high 然后呢袋子里面装满了钱 And in this bag it's filled with money 而且是多到涌出来 满意出来 And it's so abundant and it's overflowing 我感觉神对我说 And I felt that God is telling me 孩子不要怕 My child do not be afraid 我会供应以后你们生活一切所需 I will supply all that you need in your future life 不会让你们缺乏 You will not have any lacking 那时我很被激励 That time I was truly encouraged 我就带着信心继续跟子康交往 So with faith I continue my courtship with Pastor Moses 结婚前 So just before we get married 神也让我们收到一笔结婚的爱心奉献 God has allowed us to receive a love offering for our wedding 那笔钱正好是我们需要用一年的时间 才存到的费用 And that amount was the amount that we need to save up for at least a year 我非常惊叹神的供应是如此的真实大方 And I was amazed by how generous and how faithful God is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更加相信神必定会供应我们 And from that onwards I believe that surely God will provide for us 不会让我们缺乏 We will not have any lacking 于是2016年 So in year 2016 我就带着信心跟子康结婚了 With faith I married to Pastor Moses 2017年 In year 2017 当牧师呼召我全职服侍的时候 When Rewind asked to offer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co-worker 那时我也不再担心钱的问题 I no longer worried about finances I no longer worried about finances I respond to this calling 神真的很信实 And truly God is faithful 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缺乏 Till today there is no lacking in our family 而且我们还在PJ买了房子 We had even bought a house in PJ 我非常地感恩神拯救我 从金钱的不安全感当中走出来 I truly thankful that God has saved me out of this insecurity in our finances 神不让我成为金钱的奴隶 God did not allow me to be the slave of money 祂释放我的自由 He has released me to have this freedom 而且不断地供应我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for me 我要跟神立约 I want to have this covenant with God 我和我家必定跟随侍奉神到永远 Me and my family will surely follow God till forever 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 There is no other God before the Lord 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I give all glory to God I give all glory to God Thank you Jenna for sharing Thank you Jenna for sharing 講到神跟我们重立这个永远的约 So mentioning about God renewing this everlasting covenant with us 也就我们脱离这个努力的身份 成为神儿女的身份 He has saved us from this identity of a slave to become the identi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So刚才小凡在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 So as Jenna was sharing about her testimony 她真的是在诉说神曾经 就她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 She is truly mentioning that How God has saved her out of this slavery 现在她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是非常丰富 非常有能力的 And now she has become the daughter of God And she is in abundance And is full of blessings 同样的我们在座很多人甚至在网上的 So many of us seated here when you are online 我相信你也曾经被神拯救 I believe you were once saved by the Lord 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And all this is because God loves us 当我们说到神要跟我们立这个永远 When we say that God wants to have this everlasting covenant with us 其实这个约对神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But actually this covenant is unfair to God 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无限的创造者 Because our God is unlimited creator 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 But we are the creation that is limited 神给我们拿 God is the one who gives and we are the one who takes 神保护我们是受保护的 God is the one who protects and we are the one who receives his protection 所以对神来讲这样的约真的是很不逮的 So to God such a covenant is really losing to him 但是因为神爱 But just because God loves 神非常的爱我们 God truly loves us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什么呢 So what can we do 就是用爱来回应神 That is to respond to God with love 我们跟神的关系除了是天父跟儿女的身份以外呢 So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Other than being the heavenly father and the children of God 我们也可以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 We can also use the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to describe us and God 神是那新郎 我们是那新妇 And God is the husband and we are the bride 如果我们讲到夫妻关系哦 它一定是专心 专一 还有 No sharing So when we mention about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It will be truly one and only Very concentrated and very dedicated No sharing Yes, no sharing 可能过去你曾经拜过一些的其他的神 Maybe in the past you have worshipped other idols 那你可能就会有这个想法 Then perhaps you might have this thought in you 就是只要耶和华是我心目中最爱最爱的那一位 As long as the Lord is the one that I love the most 就算有第二第三个神都ok的 It's alright for me to have my second or my third gods 但是弟兄姐妹 But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个是不ok的 This is not ok 在第三节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In verse 3 here it says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别的神 别的意思呢 就是跟在后面或者是接下来的 So other gods Other it means one coming behind or the following one 意思是说 当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以后 So it means that as we recognize the Lord is our only God 就不能够再有后面再排着其他的 So behind him there will be no other gods coming after 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 For your boyfriend or your girlfriend You want them to love you and you only You want them to love you and you only You would not want them to have a few girlfriends or boyfriends 就算他跟你说 Even though he or she told you 这样多当中我最爱的其实是你啊 Out of the many You are the one that I love the most You are no compared to the others You are no compared to the others 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 If I've heard such a phrase I would really want to slap the other party I would really want to slap the other party Because we can't accept this This is not a dedicated love 如果人都不能接受的话 If even men we could not accept this 何况是我们的神 How about our God 但呢 我们可以接受对方有前度 Of course we can accept that the other party has their ex 可是Ezekiel呢 以前有很多的前度女友 Remember Ezekiel have a lot of ex-girlfriends in the past 但是呢 我对她们是谁一点兴趣都没有 But I have no interest in who they are 因为这一切都是过去式 Because all these are in the past 只要这些的女生是在我之前 不是在我之后都OK As long as all these girls are before me and not after me Then I'm OK 所以其实神也可以 神也不介意我们以前过去 可能有拜过什么什么的神 或者是我们拥有什么什么的 觉得是很高地位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人 So likewise God does not mind if we have ex-gods or ex-idols or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put it high up in our life 现在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But now we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 Lord is our God 这样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在我们的里面有别的神吗 Then we need to start asking ourselves Inside of us is there any other gods? 如果有的话 这些别神是需要出去的 If there are then we will need to remove all these other gods 就来到我的第四点 So coming to my fourth point 什么东西会成为别神呢?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will become our other gods? 我再重复一次哦 这个别神就是 就算你当神耶和华排在第一 So let me repeat myself Even though you have put the Lord Jehovah as number one 这是写第二的排第三的或者是第四的 All these that come following after the second one The third, the fourth 都是成为别神 All these are other gods 我们生命里面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别神? So in our life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will become our other gods? 就是我们心中所念着的人事物 There's something that is in our heart that we've been thinking of Whether or not it's a people, it's a matter or it's something 没有了它你不能够活下去 And you could not live without it 其实在不同年龄层呢有不同的别神的 So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e will have different other gods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可能你的别神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So for our young people perhaps your other gods might be your girlfriends or your boyfriends 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金钱 Or your career, your finances or maybe your studies 你的电动游戏甚至是一些的明星 Or your video games or even some of your idols 在90年代的时候呢 So in the 90s 很多的艺人呢他们都不敢公开他们的恋情 A lot of artists they are not, they do not dare to review their courtship 他们甚至也不敢结婚 They do not dare to get married 所以为什么那个姓刘的到50多岁才结婚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Mr. Liu get married at around 50 years old 所以你们知道我讲谁 你们就大概跟我的年龄也差不远啦 So if you know who I'm mentioning So you might be very similar age as me 因为呢如果他们说他们在谈恋爱或者是他们要结婚了 他们的粉丝会自杀的 Because if they mention that they are in a courtship or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Some of their fans would actually commit suicide 我们也听过一些报道说年轻人他们自杀 And we have heard some of the news mentioning that some of the youngsters they killed them They commit suicide 因为他们的成绩搞不好 Because they got bad results 或者是他们的父母禁止他们玩一些电动游戏 Or their parents have banned them from playing some of the video games 或者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跟他们分手 Or maybe they got broke up with their boyfriends or girlfriends 为什么这样小的事情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And why such a small matter they choose to end their lives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的东西这些的人成为他们的别生 Because they have taken all these things All these items or all these people as their other gods Ajuan 我们可以谈恋爱的 Ajuan, we can go into a courtship 但是不要让对方成为你的别生 But do not take the other party as your other god 你可以赚钱的 但是不要让你的事业成为你的别生 You can earn but do not take your career as your other gods 你也可以追求好的成绩 但是不要让你的学悦成为你的别生 You can pursue good results But do not make your study your other gods 要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成为别生 他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 In order for one thing or a person to become our other god It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当我们渐渐把我们的时间精神付出越来越多 As we gradually put in more of our time and our energy 甚至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一个人一件事情的东西 一个东西上面的时候 Or even we are willing to hold our life onto this person or this matter 他就会成为那个别生啊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se other gods 我曾经听过一些年轻人说 I have one heard some of the youngsters sharing 如果我不跟我的男朋友发生性关系的话 If I do not have sex with my boyfriend 他就会不要我 He will abandon me 如果他不要我 我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If he abandon me I do not know how to live any longer 年轻人 Young people 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成为我们的别生 Do not allow any of these people or these matters become our other gods 因为这些的别生会让我们的生命毁灭 Because all these other gods will lead to destruction in our life 那讲了这样多 我们要怎样除去生命的别生呢 So we are mentioning so much How do we get rid of these other gods in our life 从我自己的经历 So from my experiences 我要跟你分享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就是有三点 There's three points 第一 我们要审查别神的存在 First of all, examine the existence of other gods 就是你一定要认识 或者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命有别神 你才可以做以下的步骤 That is that you need to know that there is other gods in your life so that you can take the next action 如果这个的别神 占据了你的生命 你的时间 你都不知道的话 If these other gods have taken up your life your time and you are ignoring about it 那我们就是非常危险了 Then we are in danger 第二 And secondly 当我们已经知道了别神的存在 When we have came to know that the existing of these other gods 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 When you come before the Lord 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要来悔改 We need to confess our sins and repent 然後第三呢 And thirdly 就是将别神的位置 将别神从他的位置上挪开 That is to remove these other gods from its position 我从小呢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So since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所以呢我没有拜过其他宗教的别神 So I did not worship any idols from the other religions 但是这个不代表我的心里面没有别神 But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that there is no other gods in me 在我们第一次的MCO的时候 During our very first MCO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dudukdiamdiamdiruma Every one of us need todudukdiamdiamdiruma 到处都不可以去 We can't go anywhere 那我晚上呢孩子睡觉之后我就开始在刷我的手机 So at night after my children has gone to sleep Then I start looking at my phone 到十二点一点凌晨才睡觉 And I will sleep about twelve or one a.m. 如果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不白痴 If you know there is a cartoon 但是是很多的information的 But it's very informative cartoon 几乎每一集我都看完了 I have finished almost every episode of it 然后还有说一些八卦新闻 And I will look at some of the entertaining news 谁跟谁 Oh 原来是前渡来的 Oh 原来他们以前有什么关系的 谁是小三 Who and who Who is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relationship Who and who is the ex They actually had a relationship So on and so forth Pastor Ezekiel有欠我 但是我不听 Pastor Ezekiel once advised me But I did not listen 甚至到一个程度 圣灵告诉我 够了 你要停了 To an extended Even the Holy Spirit has said to me Stop it's enough 我还是继续 But I still continue 到有一天 To one day 我感觉我的灵非常地沉 I feel that my spirit was so down 我感觉无力感 And I felt this powerlessness in me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有事不妙了 And then I realized something went wrong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So I come before God 我向神来认罪 And I repent before God 因为我不听 Because I did not listen 我把这个手机 让它占据我的心 And I allowed this phone to conquer my heart 在祷告的时候 And as I was praying 我跟神说 I was telling God 神啊我嘴里说 我很爱你 In my mouth God I always say that I love you 但是呢 我花的时间在手机上 But I spent so much time on my phone 是那么的多 I spent so much time on my phone 我花时间跟你独处的时间 And the time I spent with you 却是那么那么的少 It's so so little 神你好像已经不在我的生命里面 成为那唯一的 God it seems like you are no longer the one and only in my life I start worshiping other gods 我来到神的面前 So I come before the Lord 只是我真的是很心痛 And I truly It was truly heart aching 很懊悔 And I truly repent I truly repent I felt that I'm truly I'm so sorry towards God 當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 So as I did this prayer 我重新对神说 And once again I tell God 神我要把你放在我生命的第一 God I want to put you at number one of my life 我也要你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唯一 And I want to put you as the one and only in my life 除了你以外 没有别的神 And there shall have no God before you 这个事情过后呢 So after this incident And I start to get busy with my work And I start to get busy with my work And I start to get busy with my work 所以当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专注放在神 So once when we refocus our focus on God 除去别的神 And get rid of all other gods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越来越好 And our life will get better 当神在提醒我们有别的神的存在的时候 When God is reminding the assisting of the other gods 我们要快快地回应 快快地悔改 We need to quickly respond and quickly repent 趁还有时间 When there is still time 因为神非常非常地爱我们 Because God truly truly love us 祂救我们脱离这个努力的生命 成为祂儿女的生命 He has saved us out of this life of being a slave Into a life of being the children of God 神是我们唯一的神 Our God is our only true God 让我们专心地爱祂 Let us love Him wholeheartedly 我们用手识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Let us respond to our God with a song 阿宝 你基督美气来经验赞美我们的神 我总是不能明白 你为何不会松开手 正在我无助的时候 对我说 你还爱我 我总是无法想象 耶稣为我实在是假 我的罪入去的善 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 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 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 我是如此不配 你爱何等甘甜 没有你我生命 不可能完全 主我爱你 生命献上给你 为你而活 生命才有意义 祝你为我死 我自愿为你活 不会放弃 永远不分离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认识你的那天 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 我是如此不配 你爱何等甘甜 没有你我生命 不可能完全 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 神明献上给你 为你而活 生命才有意义 主你为我而死 我自愿为你活 不会放弃 永远不分离 使得我们的神 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因为爱 所以祂愿意跟我们立 这一个不公平的约 就是只有祂付出的约 所以爱Jane 我们可以 怎样来回应神呢 就是用我们全心 全意来爱祂 除了神以外 没有别的神 让耶和华成为 我们生命的唯一 爱Jane 刚才你听了这个的信息 有没有一些的别神 在你的生命里面呢 刚才小房在分享 这个的金钱 曾经就成为 祂的别神 造成祂神秘 非常地惧怕 没有安全感 我也分享我的别神 手机 一直地追 一直地追 甚至神跟我讲话 我都不理会 如果有的话 我们今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除去 这个别神 如果你已经认定 确定了 那你就跟神说 神啊对不起 神啊求祢赦免我 因为我把 我的事业 我把我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我把金钱 把我的学业的成绩 或者是其他其他 已经变成我的别神 有的话 你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 来祷告 如果你还不知道 你的别神是什么 你现在审查 在你一天里面 或者是你空荡的时候 你花最多时间 在什么 打游戏机吗 是是视频 insta吗 是是Insta FB吗 Facebook 如果你花那么多的时间 在这些的事情上 可能他会成为 你的别神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come and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年轻人 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要对祢说 对不起 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人 事物 成为我们的别神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精神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甚至是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 付上 为了这些的别神 主要求祢赦免我们 神祢那么地爱我们 祢摆上了一切 祢甚至赐给我们 主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的生命 脱离这个奴隶 进入神 你儿女的身份 我们却把 这一个的 好的福分 丢掉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要对祢说 神啊 我们要再一次地 把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焦点 放在祢的身上 神 我们要对祢说 祢就是我唯一的真神 我要专心地爱祢 我要专心地爱祢 我的生命 不要再有别神 祢就是我的唯一 我要用这样的爱 来回应祢对我的爱 主啊 我要把我的生命 交给祢 我知道在我接下来的年日 有很多的路我要走 主啊 祢带领我 让我能够专心地爱祢 主啊 谢谢祢 我知道 祢听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谢谢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 最后 我想 如果你已经 预备好 或者是你 真的是愿意的话 我想大家呢 来一起跟神 来重立这一个的盟约 可能你从认识神到现在 你从来没有对神 做过这个祷告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来对神说 神 你就是我的唯一 这个真的是你自愿的 这个不是一个 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做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跟我一起的来 就我 然后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好 我们一起来 一 二 三 我 曾子莲 愿重新与神立约 做神的儿女 我愿对你承诺 从今开始 无论是 或是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我将永远爱你 跟随你 直到永远 我承诺 我将对你 永远忠实 Amen 我相信神 听见我们的祷告 祂也是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全部人 进入这个蒙福的道路 感谢神 谢谢小芳 还有班师Charlotte 在我们网上的朋友们 可能你过去 你没有接受过耶稣 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 然后你说 今天我要接受耶稣 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 你就跟着我 做这个的祷告 你开口来跟着我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今天 求你赦免我 我今天 我相信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口里承认 祂是我生命的救主 把我的生命 交在耶稣的手中 求圣灵来带领我 除你以外 我的生命中没有别的事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的话 请你把你的资料留下来给我们 我们的同工会来联络你 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祢在这段时间 祢一直都告诉我们 除了你以外 别无他神 祢的名是耶和华 是创造我们的神 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 所有的在网上的弟兄姐妹 还有在现场的同工们 求祢的灵充满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生忠心地服侍祢 专意地爱祢 求主保血折盖我们 保护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们下个星期见